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声明一下 此次评测仅针对幻兽帕鲁的Steam版本 本周稍晚些时候 我们将对Xbox和微软商城中的版本进行单独评测 该版本现可通过Game Pass获得 因为后者的游戏为旧版本 其中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问题 所以两种版本的体验差异较大 不过现在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Steam版本的评测吧 幻兽帕鲁所有的内容看上去都不怎么靠谱 它大摇大摆借鉴着宝可梦的同时 还允许玩家像这样对待那些可爱的生物 作为一款基地建造生存游戏 你需要把它们绑架到据点里给你打苦工 到了穷坤潦倒的时候 你甚至还能把它们宰掉用来吓酒 而作为一款开放世界合作冒险类游戏 你跟你的朋友竟然还需要像这样采集皮革 然而正是这样一款不按常理出牌 而且允许玩家扛着枪到处搜集生物图鉴的游戏 让我从一百多个小时的极端捕猎之旅中 获得了无穷无尽的乐趣 作为抢先体验版游戏 本作有很多bug和优化的问题 当然了 它也厚颜无耻地抄袭了海量的怪物创意 但游戏的生存机制比较直观且有一定深度 带有动作要素的战斗很简单 也很让人尽兴 而探索整个世界 寻找新帕鲁 并胖揍他们一顿的玩法 至今也没有让我感到疲倦 尽管幻兽帕鲁明显从某强大的图鉴收集IP那里 汲取了超级多的灵感 但它还是更接近于禁闭求生这种公式化的生存游戏 并额外在公式里添加了许多萌兽 刚开始你会发现自己被丢到了一片陌生的荒野 那里充斥着高大威猛的怪兽帕鲁 在这片土地上你需要建造一个据点 然后强迫当地的飞蛇走兽为你打工 此外你还需要把自己武装起来 那里既没有田园小镇供你榴莲 也没有健身房队长的友谊赛给你挑战 放心 两者的冒险并不相同 反之 本作给你的目标是在这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对抗那些想要移平村庄 袭击据点的盗猎者 并拿下高塔及地牢中杀人不眨眼的恶棍 就玩法而言 这样的组合实在是太神经质了 上一秒我还在欣赏风景如画的原野风光 搜寻着新的帕鲁 下一秒我就跟着武器暴徒打起了枪债 还顺便宰了一只血汗工厂里 被恶劣工作条件逼到精神崩溃的帕鲁 从而免受了饥饿的困扰 幻兽帕鲁非但没有回避生物图鉴收集游戏中 备受质疑的问题 反而还把它放大加倍 不仅允许玩家把火狐狸拿起来当成火焰喷射器使用 还允许玩家把机关枪给小猴子装备上 要我说这可比摇尾巴啥的炫多了 只要能全盘接受上述怪弹的设定 它就会让你直呼过瘾 在开放世界中捕捉帕鲁是一件极具有意思的事情 但也散发这些怪异的气息 好比说把小企鹅塞进帕鲁球之前 玩家需要用斧子给它砍晕 或者像这样再变本加厉一些 不好 小企鹅去见它的太奶了 刚开始玩的感觉非常别扭 不过短短几个小时后 我便有些愧疚地习惯了这种游戏形式 毕竟亲自出手干脏活 跟直食宠物对付它们 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另一方面 游戏对帕鲁们的设计 就没有捕捉过程那么具有原创性了 其中大多数帕鲁几乎都侵犯了版权 大家应该能看出来这像什么吧 我只能说有人要被起诉了 虽说帕鲁的设计缺乏心意 而且实在是太像了 但它们大多数还是比较独特 且富有个性的 因此每种生物的捕捉与猎杀体验 都充满了乐趣 我尤其喜欢盘这只呆头呆脑 茫然无措的家伙 它活得已经很努力了 虽然捕捉帕鲁 提升等级 以及跟帕鲁们一起战斗 是本作冒险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你可能得花费更多时间 处理不同据点中的事项 与其他大多数生存游戏相同 玩家需要保证自己有木材 石头和食物等材料的稳定供应 而实现这一过程自动化的关键 就在于灵活的为帕鲁们安排工作 这样你自己就不用浪费时间 砍树敲石头了 举例来说 游戏的浓活就比较耗时 玩家需要为此播种 浇水 最后还得收获庄稼 但是如果你把帕鲁抓来 并放在据点里工作 他们就能替你执行所有步骤 这种以帕鲁为基础的合作玩法 简直可爱的令人发指 让玩家更有意愿去捕捉 已经发现的每一种帕鲁 你可能无法在战斗的时候 用上火熔壶 可是如果你在据点中养了一只 那么每当你想要烧火做饭 或是用熔炉冶炼金属时 它就会跑过来助你一嘴之力 即使对于最弱小的生物 你也有理由去抓上一大群 然后让它们在据点里工作 随着角色等级的提升 掌握不同能力的帕鲁数量不断增加 你就可以把原先简陋的据点 改造为工业化堡垒 并为帕鲁们制造缠送带 让它们去制造对付敌人的武器和弹药 这种幽默的变革形式让我产生了一些疑虑 我自己到底比那些外边十恶不赦的盗猎者 好在哪里呢 离开基地 深入广阔的地图去寻找隐藏的宝箱与彩蛋 与致命的boss帕鲁对决 突袭装满战利品的地牢 与在荒野中不期而遇的NPC和小商小贩聊聊天 游戏每时每刻都会给玩家带来惊喜 在某个区域里 我被这些帕鲁们穷追不舍 在其他地方我又发现了一个让人心里发毛的黑市老板 他贩卖的稀有帕鲁很有可能都是以非法途径获得的 而在另外一个区域中 我目睹了一只帕鲁冲进偷猎者营地 并自爆的全过程 在你解锁了骑乘系统 尤其是接触到可骑乘的飞行帕鲁后 整个世界便会豁然向你敞开 从到处都是呆萌熊猫帕鲁的竹林 到妖精帕鲁满地跑的阴暗沼泽 你能踏足的区域绵延千里 甚至还有一座火火山等着你去攀登 在那里所有的帕鲁也都是由火构成的 制作装备并提升帕鲁队伍的等级 才能在愈发艰险的区域中生存下来 这种成就感并不仅仅是因为你可以发掘并捕捉所有新的帕鲁 还因为不同的生物群落能够提供很多材料 而获得它们就可以将据点和装备强化到新的水平 更有意思的是 远处总有几座高耸的塔楼拔地而起 为玩家的终极目标提供参照 也就是进入每一座塔楼挑战潜伏于其中的boss 跟大多数生存游戏一样 幻兽帕鲁在你跟朋友联机游玩时乐趣更甚 steam版本的单个服务器支持32人同时游玩 但xbox和微软商城的版本相比之下 只能支持4个人同时游玩 和小伙伴们在开放世界中尽情驰骋 联手攻克强悍的boss 共同管理一个据点 一切进行起来轻而易举 而且合作还能减轻大家一直为资源奔波的苦恼 当然了 前提是他们都愿意尽一份力 而且不会趁机把你的东西全都摸干净 对于一款抢先体验版游戏来说 有些问题不言而喻 但需要注意的是 你一定会偶尔碰上几个技术问题和bug 不过还好 我遇到的主要是一些轻微的掉针和卡顿问题 偶尔还是会碰上程序崩溃和多人模式断练 但这些情况出现的频率很低 并没有严重到影响游戏体验 幻兽帕鲁还是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比如把故事情节做充实 添加更多的NPC 或给帕鲁设置进阶形态 避免他们在等级提升后变得太过无所事事 但这款游戏真的很惊艳 因为它的抢先体验版所呈现出的形式 其实已经相当完善了 即使人在抢先体验阶段 幻兽帕鲁也是一款既有趣又无厘头的游戏 内容量巨大 生存机制深入 而且让人爱不释手 谁都无法忽视掉它抄袭宝可梦的填补支持 游戏中当然也存在着一些bug和优化问题 但当你骑在飞龙背上 用突击步枪扫射着地面上的生物时 这些瑕疵也就随之消失了 现在幻兽帕鲁绝对是我最喜欢的生存游戏之一 我也很好奇它未来会怎么发展下去